新来的领导添加序号 静的还这么拉 死静的拉 静的还说今天上班太忙了 没把我给笑死 添加序号千万不要这样 输入1号2以后 向下拉 死静的向下拉 这样真的真的太耗费时间了 最重要的是 当我们商除不需要的信息时 这个序号它不会自动的来更新 而且呢 还需要我们重新的来添加一次序号 所以说上班竟拉了序号了 给表格添加序号 正确的方法是这样的 在序号1当元格压等号 输入这个肉行数 补圈右阔弧 讲去2 这个行数中为什么要讲去2呢 来咱们看一下左侧的这个行号 这个肉行数呢 它是提取当强行号的一个行数 它提取到的行数为3 讲去2呢 就是讲去强两个标题行 下面更多的序号 我们不需要再去一个一个输入这个肉行数了 只需要鼠标放在第一个序号的右下角双击一下 就会批量的填充 这样当我们商除不要的信息时 序号就会自动的更新出来 你学会了吗 关注诚哥 学习更多办公技巧